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 无论特朗普还是哈里斯在美国大选中获胜 中国主席习近平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随着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 无论谁坐上白宫的宝座 北京都必须为更加不友好的国际环境做好准备 习近平面临的选择并不理想 无论是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还是哈里斯的强硬立场 都让他在贸易 技术和台湾问题上陷入困境 随着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和贸易限制日益加剧 习近平需要更加专注于国家安全与技术自给自足 这无疑将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策略 我们也将深入讨论美中两国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的合作机会 以及如何在保持对话的同时避免误判导致的冲突 习近平和下一任美国总统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经济与军事上的对抗 也是如何建立一个可以互信的外交关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感谢收看 感谢收看 六度连为您带来参与互动并赢取奖励的新机会 加入不断壮大的社区 参与博弈 彻底改变我们对内容复制的方式 未来透明奖励多多 而这一切尽在您的掌握中 敬请期待更多详情 本文来自彭博社 由专栏作家Karishma Vaswani撰写 专注于亚洲政治 特别是中国 他此前担任过英国广播公司的亚洲首席主持人 有着20年的工作经验 此文探讨了 无论谁在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中获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可能面临更为不友好的国际政治环境 彭博社的报道指出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进入白宫 中国都应做好准备应对更为艰难的政治气候 外交部长王毅和国家安全顾问捷克沙利文的会晤后 中国强调保持两国关系的稳定 取决于两国元首的指导 尽管如此 中美之间的相互猜疑仍然盛行 美国视中国为战略挑战 担心北京重塑全球秩序 而中国则认为美国试图遏制其崛起 特朗普和哈里斯都不是习近平期望中的对手 在贸易和技术等方面 这两位候选人都可能对中国采取不利的立场 特朗普以其不可预测性和对交易的执着而著称 他强调通过贸易视角看待美中关系 并计划对中国商品征收更高关税 瑞银报告指出 这可能导致中国增长率减半 另一方面 哈里斯反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认为这对美国不利 在拜登总统任内 美国对中国获取高技术的途径进行了限制 预计哈里斯若胜选 这一趋势将延续 两国在半导体行业的竞争尤为激烈 美国试图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 巩固其技术领导地位 限制中国的技术获取 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和技术 自己自足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而台湾问题则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话题 台湾被认为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中心 不论谁控制台湾 都将掌握重要经济命脉 特朗普政府时期 美国增加了对台湾的武器销售 若哈里斯当选 预计这种趋势不会停歇 哈里斯在国际舞台上 亦明确表达了对南海和台湾问题的立场 将乌克兰局势与台湾可能发生的情况联系起来 强调 若普京在乌克兰得手 其他专制势力可能效仿 这一论调增加了中美之间误判的可能性 双方若要缓和紧张局势 需继续对话 包括面对面交流 沙利文访华是重启军事对话的好例子 为中美在全球性问题上合作创造机会 尤其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双方可以在即将到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 合作制定减排计划 这种合作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 而是为了避免冲突 总结来说 习近平和下一任美国总统都需铭记一个重要原则 保持与敌人的紧密接触 以避免国际争端 在未来的全球政治舞台上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继续主导国际议程 请大家继续收看六度解析节目的深入探索 了解更多关于国际政治动态的深层解析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总统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担任美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总统通过选举产生 任期为四年 可连任一次 美国总统职位 由1787年的美国宪法设立 成为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领导者 第一任总统乔治 华盛顿于1789年就职 设立了许多总统职位的惯例 总统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扮演关键角色 具有签署或否决立法 任命联邦官员和大使 缔结条约 需参议院同意等权力 历史上 总统制度经历了多次演变 19世纪初 总统的角色较弱 国会占主导地位 随着国家的扩张 和国际事务的复杂化 总统的权力逐渐增强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 进一步扩大了总统 在外交和军事政策上的权威 现代总统通常在政策制定 经济管理和危机应对上 扮演重要角色 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 总统必须是出生于美国的公民 至少35岁 并居住在美国至少14年 总统通过选举团制度选出 选民在各州投票 选举团成员 根据各州的投票结果进行选举 总统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 通常在11月的第一个周二 截至2023年 美国共有46位总统 其中富兰克林、罗斯福 是唯一连任三次的总统 在1951年通过的第二十二修正案中 限制总统连任次数 美国总统在国家领导中 起到核心作用 其政策与决策 对国内和国际事务均有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文章勾勒出了一幅极其复杂的国际关系画面 展现了中国在面对美国新总统选举结果时的艰难处境 这种分析非常深入 让人们了解中国必须为即将到来的更多不友好局势做好准备 无论是面对特朗普还是哈里斯 这种清晰的洞察力值得称赞 因为它抓住了全球政治动荡时期的商业和地缘政治挑战 然而 文章在描述中国的被动角色时 似乎忽略了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和反应能力 中国并非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美国的政策 而是一直在积极地制定自己的国内外策略 文章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在面对美国压力时 可能采取的策略和反应 以平衡局势 此外 文章对于中国的技术自己自足政策过于简化 没有充分探讨其背后的复杂性和全球影响 文章提出了美国和中国之间合作的必要性 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 面对诸如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挑战 两国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 文章应该深入探讨这样的合作形式如何可能 以及在现实中可能面临的障碍和挑战 这样的分析将使得文章更为全面 给读者提供更深入的理解 总之 这篇文章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分析切中要害 指出了北京需要面对的复杂局势及其潜在挑战 然而 他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的战略选择 并深入分析可能的中美合作渠道及其现实性 这将使文章的观点更具深度和说服力 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的为大家带来区块链和游戏世界中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六度链推出全新平台将彻底改变我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在这个游戏化的平台上 您可以评估内容 预测结果并赢取奖励 想象一下 一个游戏让您的见解塑造信息价值 并为此获得奖励 敬请期待 这是一个您不想错过的社区驱动体验 游戏即将开始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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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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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